來 來到基隆千萬不要以為 只有基隆夜市有美食 今天就要告訴大家 在地基隆人才知道的美食料理 來到基隆千萬不能錯過 市場裡的傳統美食 這間鹹湯園是基隆在地 雞推的鹹湯園 而且聽說這個鹹湯園的口味 是基隆特定的口味 那我現在就先來吃吃看 這個鹹湯園的味道 這個皮很Q很Q耶 然後是那種跟我平常 我們吃到的鹹湯園不一樣 因為我平常吃到鹹湯園 我的印象是那種小小顆 然後煮在鹹的湯裡面的那種鹹湯園 然後這個鹹湯園 它裡面是包好多肉喔 超好吃的 我再吃一口看看 它的肉好鮮美喔 然後配合那個皮其實要 因為我剛剛第一口只有咬到皮 第二口連著肉吃 好好吃喔 而且這間 這間鹹湯園 除了鹹湯園厲害之外 還有一個是 只有這邊吃得到的美食 就是豬肝腸 它很脆 然後你可以吃得到那個肉的感覺 然後裡面還會 你嚼到後面 就會有那個豬肝的香味飄出來 真的還好吃喔 我真的在裡面沒有吃過耶 來到人愛市場 很多人會不知道要怎麼挑選 新鮮的日本料理 但是這間我推薦很好吃喔 那我現在就先來試吃它的 臥壽司 它真的非常的新鮮 而且它跟那個醋飯的比例 剛剛好 而且這間店啊 它除了生食是招牌壁點之外 它的熟食更是招牌中的招牌 它的醬汁甜甜的味道 都滷到這個魚肉裡面了 好好吃喔 這也是它的滷鮭魚頭 也是他們招牌中的招牌 這個我好期待喔 因為我超愛吃鮭魚的 它真的是放到嘴巴裡面就化掉了 好好吃喔 它再吃一口 接下來這一間是基隆非常有名 傳說中的幽靈餐車 這間豆花只賣兩個小時喔 它的時間是12點到2點 想吃的話不要錯過喔 那我現在趕快點一碗試試看 我的豆花好了 這一碗是花生豆花 我來試試看 是不是真的像傳說中的這麼厲害 它的花生真的好香 而且豆花好滑順喔 這個豆花其實你吃得出來 它那個口感跟一般那個 外面做得很不一樣 它特別的綿密 然後你可以就是用舌頭這樣 一抿它就化開 這一定是手工做 一吃就知道 難怪它只賣兩個小時 好好吃喔 而且它這個花生會超香的 這間魚丸店呢 是位在仁愛市場周邊的名店 也是基隆在令人激推的小食店喔 那既然它是魚丸店 我就當然要先試喝一下它的 魚丸湯啦 這看起來超級好喝的耶 它這個魚丸很酷 它是用鯊魚肉做的 因為基隆這邊其實非常有名的 就是鯊魚店 它非常的坦耶 而且你再咬一咬 你就會吃到那個 鯊魚肉的那個魚漿的甜味 好好吃喔 這個 這間店呢 除了魚丸有名之外 它還有非常有名的東西 就是乾冬粉 因為我本身是冬粉厚 而且你想要知道這間店 這一小食店好不好吃 其實乾麵乾冬粉 都是一個非常指標性的食物 剛剛有看到畫面 就是冬粉很彈耶 它就這樣彈到我的牙齒上 它好好吃喔 而且它的那個醬料 也是屬於比較有帶一點甜味 跟一點微微的辣味的 它的辣椒很香耶 這邊其實我覺得 非常有特色的一個食物 就是豆干包 因為其實我沒有 在外面沒有看過這個豆干包耶 我看到它裡面原來是有包肉的耶 你咬下去第一口 會先是那個豆干包本身的味道 然後再繼續咬下去 它那個肉炒它的香味 還有那個辣椒甜甜辣辣的味道 好好吃喔 真的好搭喔 在外面走走逛逛累了 也要找一個地方 吹吹冷氣歇歇角 這間咖啡廳 是在基隆非常有人氣的咖啡廳喔 而且你看這間咖啡廳 真的是非常的有情調 最重要的是這裡的特色 是結合基隆在地的食材 來做出一個非常有特色的創意料理喔 就像我面前這個 大家知道這是什麼做的嗎 這個中間這麼厚的 它竟然是甜不辣耶 我現在就要來吃吃看 但我看得出來它的甜不辣切得非常的厚 所以你一咬下去呢 你就感覺到那個甜不辣非常的Q彈 而且它那個魚漿的香氣非常的濃 然後你再繼續嚼 它下面這邊墊的這個是香腸 香腸也超特別的 它這個應該是一個辣腸的口感 就是跟一般我們吃到的香腸 比起來它香氣更濃更好吃 再來咖啡廳 最重要的就是它的咖啡了 今天我點的是拿鐵咖啡 你看拿鐵咖啡啊 你看它上面的蠟花 你就可以看得出這間咖啡廳的功力在哪裡 它這個蠟花真的是好可愛喔 非常的療癒 我現在喝一口看看 它的咖啡香氣非常的濃 然後它上面的奶泡也打得非常的綿 你這樣混合出來就是 非常非常好的下午茶甜點 這邊我覺得我可以做一個下午 我不想離開這裡 好療癒喔 記得喝杯嗎 什麼都可以吃嗎 怎麼樣 我可以這樣吃嗎 我們有幾個月 這裡看 你們這裡看 這裡看 這裡看